大家好,我是小云 今天要给粉丝去找一下手镯的 一位粉丝阿姨就说呢 她想找一条带绿的手镯 但是预算价格呢 在个两三千左右 那么今天我们来市场呢 就给阿姨去找一下 看有没有就是两三千的 一个预算的一个翡翠镯子 走吧,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圈口是57到58左右的 带一抹绿 这个颜色的话呢 都是非常翠绿色的 很鲜 正圈,大圈口 版型是非常好的 整一圈的话呢 是非常完美哦 它现在开价的话呢 就是要两万的一个价格 上这一条呢 就是漂率是比较小 很明显这个总数要好很多 这种的话呢 就是在个千数左右 千数左右可以得到了 这一条是带一抹漂瓜的圆条 今天给你们看这一些的话呢 就是这一条贵一点 上这一些的都是一个 小签索用 你看这一条楼花整一圈是带底色的 完美 这种我觉得就是非常适合 长辈们的一个佩戴 如果年轻的小姐姐佩戴这一种就不怎么好看了 小姐姐们佩戴了 我就不要建议种水要好一点 冰冰的 虽然价格贵 但是也有便宜的 就是几千块到一万多左右 今天给你们看这一些的话呢 今天给你们看这一些的话呢 价格都是性价比挺高的 所以你们有喜欢上这样的手桌了 可以在评论区下方更少人说 看了这么多条了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一条的 但是它这一条呢 要开价两万的一个价格 手桌都价格不便宜哦 几百到一千左右 这一种的话呢 都是完美的 但是它这一种料子呢 稍微就是种水不怎么好 你们有喜欢上这样的手桌 也可以跟小云说 小云在市场呢 每天都可以看到 什么价格的手桌 什么样的品质的手桌都有